二位 郭婷 快去接一下女神 汤卫姐您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可能会在你们距离演宦官的杨迪 您好 来 首先邮请我们汤卫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在场的各位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说到汤唯这两个字 其实真的有很多作品都我们都看过 像晚秋啊黄金时代啊北京遇上西雅图啊等等等等 那我想知道其实近几年你很少就是拍电视剧 那这样一部戏这样一个角色是哪里吸引到你 让你愿意就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样一个人物上面 首先我真的是没有拍过古装戏 这是第一次 其实就这一点已经足够吸引我了 然后再一个我很希望能够有机会 在一个很长很长的很大强度的一个戏里面来试一下 看我能把自己给变成什么样 而且我们都知道古装剧其实特别考究 有的时候我们拍现代秀台词可以稍微有点白话那种感觉 但古装剧好像每一字一句都得非常的注意 有没有学习一些特别的礼仪之类的 就明朝的那些 台词这点就看导演了 那礼仪方面呢 礼仪方面现在 比如说给皇上来了之类的 这我正正准备开始学呢 因为这个特别考究 之前看有些戏就是那样子 一朝一世的特别考究 既然没有学我就没办法跟你现场演一下 本来我还说我演个皇上的 算了那就算了好吧 对我原来没有关注过这一点 因为我原来也很少 我家里就没电视 真的 所以我在当我开始关注礼仪这一块之后 我再看电视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关注点全在 他站起来那一瞬间踩没踩着 人家他自己的裙子呀 那我告诉你是一定会踩到的 是吗 因为肖肖拍过大量的古装 对因为一定会踩到 就是习惯了就好了 对于拍摄这部戏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那导演多担担着点啊 谢谢 汤伟姐对于拍摄这部戏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呢 很多 比如说 很多我们就要问出来 木有经验 所以说 没有经验 你最怕什么事情 最怕 对 除了彩裙子以外 你怕走不快 没想出来 没想出来 还没想出来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 不怕热吗 不怕热吗 古装有的时候 我看你们在 有多热呢 因为我也没拍过 对我也没拍过 所以我真不知道 没有我觉得你应该 你最怕什么 你应该是最期待的 因为我作为女演员 我最爱拍的就是古装 为什么 真的会很美 然后你真的会 让你感受到 那个角色的魅力 真的 我感觉你一瞬间 已经回到了拍摄现场 对 我已经回恒店了 对 所以我觉得你 你会很期待这次拍摄 而且你会很享受这次拍摄 跟这样专业的团队在一起 希望你开心 太好了 谢谢你 谢谢 我突然更期待了 谢谢 好的 谢谢汤薇小姐 谢谢导演 谢谢我们的佳姐 谢谢三位 对我们这部剧集的分享 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 对啊 我要谢谢 我要在这里谢谢姚佳 非常非常辛苦 然后把这一个 团起来一个局 真的 谢谢汤薇 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谢谢 然后谢谢张婷导演 然后期待 期待 期待 然后 然后期待我们打扰吧 我们有一个话 今天一起说 是不是 我们三个人 好吧 三位有一句话 要一起说 还有一句话 一起说 那你们站一起 一起说 好吧好吧 我们今天是 大明皇妃 孙若微传 然后我们昭告天下 我们 现在开始启航了 一起 我们 一二三 三二一 正式启航 正式启航 没几块 到底交进去了吗 是大明皇妃 正式启航 对 来 导演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好 来 三二一 大明皇妃 正式启航 谢谢 加油 谢谢 谢谢 好 几三位 谢谢佳姐 谢谢导演 谢谢我们的汤薇小姐 谢谢 谢谢 谢谢